在今天元旦假期的第一天 许多朋友出去游玩 都发现了天气好温度深 但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先来注意到明天礼拜六 出去游玩的话要注意是 温度形态来说 中午还会再上升 但是日夜温差相对的是 比较明显的 可是到了礼拜天的中午以后 随着华南云带开始接近 我们的云层量要增多了 礼拜一东北季风要增强了 所以要转为一个湿凉的天气 而到了礼拜二到礼拜三的时候 温度再度回升 可是在外岛地区 包含了中南部地区 清晨的时候都要注意 有农物的状况 而到了下个礼拜四的中午以后 另外一道封面再接近 所以元旦还有两天的假期来说 礼拜六是天气晴朗 但是礼拜天云层增多 降雨也随着到了 礼拜天的中午以后增加 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台湾上空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云层量减少 东半部地区还是要注意 早晚云层比较偏多 但是在大陆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这云南到四川这个区域来说 又有水汽带在发展了 明天这水汽还不会接近 但是到了礼拜天的中午以后 云层开始接近 西半部地区都有些降雨的机会 小婷琳给您个提醒 要注意的是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早出晚归骑车要保暖 还有高山的天气寒冷 前往高山旅游的朋友要注意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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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